手机2终于要开拍了,仍然由原班人员格优范冰冰范围演绎。 2003年的手机主创人员。手机2和时拍。 今年2月21日,冯小刚在出席柏林电影节的活动后,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并回答了这个问题。 他表示刘振云确实在写手机2的剧本,预计2月底完成,但究竟能不能拍成电影,什么时候拍,还得商讨后才能决定。 他还说,手机2剧本即将成型是真实的。只是,剧本成型并不等于即将拍摄。 总算有了结果,众人一直期待的手机2终于要开拍了。 5月10日晚,冯小刚发微博公布芯片手机2概念海报。 手机2仍由刘振云编剧,也由原班人员出演如主演格优,范冰冰,张国立,徐帆,范围等将吸水回归。 这些大咖员班人员拍摄手机2,故事情节相信不会差于当年的手机。 众所周知,冯小刚导演的手机于2003年上映,居然以5600万元的高票房成为年度冠军,别说让观众感到不可思议,就连冯导自己是先夜没想到会有这么高的票房。 可以说,手机是2003年当之无愧的年度话题大作。 2003年的手机之所以成为爆款,主要一点是当时手机刚刚普及,却没想到当手机绑架生活的时候,却这么有意思, 其现实预言也是引人深思,戏剧性情节符合电影元素演绎。 所以,最后取得了不俗的佳绩也就不足为奇了,也是在情理之中了。 手机2的主创人员。 不过,如今手机已经深入的渗入人们生活,现在拍摄手机2,若想持平或超越手机,恐怕有一定的难度,这也就是创业难,手也更难的道理。 因为观众看了第一步后,自然会对第二步的期望值更高。 于是,究竟让手机2如何呈现话题,将是第二步的关键。 据知情人透露,第二步的片名为手机2支朋友圈。 该片讲述电视台主持人严首18年后成了网站朋友圈的主持人。 他在主持节目时常说些朋友圈的奇闻趣事,而在真实生活中他与朋友们也发生了许多啼笑皆非的故事。 冯导这次在微博中还晒出了两张照片,一张是17年前的手机主创七人,一张是将要拍摄的手机2主创七人。 让今夕两张照片相比一下,虽然17年过去了,今夕两张照片几乎没有什么区别。 冯导给两张照片的配文是,15年过去,老友重逢,温故知心。 至于手机2什么时候开机? 冯导这次没有透露具体时间。 手机派到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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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